17世纪初夜的新世界是一笔未被染指的财富,吸引着欧洲所有的探险者。 为此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发起了竞争。 而美洲的印第安人越来越怀疑白人和他们的动机。 但是一位印第安公主的行为和一双出人意料的婚姻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成为英国人征服北美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1606年12月20日, 三艘船离开伦敦,起航前往新世界。 船上的140名英国人将驶向一个未知的大陆。 他们到达后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这里一定是天地之间最令人向往的乐土。 这些英国人向北美洲东海岸的切萨皮克湾进发,因为那一地带属于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 在1607年,弗吉尼亚的森林还是阿尔冈琴族印第安人的家。 他们的首领是强有力的酋长,波瓦坦。 它的领地覆盖了弗吉尼亚的广大地区,包括30多个印第安部落。 经过考察,英国人最终选定距詹姆斯河50英里的一个岛屿。 他们以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名字,给殖民地命名为詹姆斯敦。 这个殖民地是私人投资的,但仍然对英国承担义务。 他们的任务是找到黄金或者任何其他能在英国赚钱的东西。 英国移民建造了一个临时堡垒,以防范西班牙和印第安人。 要想成功,公司必须吸引更多移民。 补给船很快返回英国,也带去了弗吉尼亚的河流挤满野生动物的故事。 在弗吉尼亚能种出最好的水果,大家都非常激动。 很多人已经相继来到这里。 印第安人忧心忡忡地注意着英国移民。 他们觉得白人是想在这里定居。 阿尔钢琴族印第安人一直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自给自足,性情骄傲。 他们种植粮食和烟草,也进行渔猎。 他们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球长波瓦坦有一百个孩子,但他最疼爱的是一个女儿。 他名叫波卡红塔斯,意思是顽皮的人。 波卡红塔斯常常和父亲一起坐在火堆旁。 正是在这里,他听到了白人到来的消息。 不久,英国人意识到他们选定的殖民地是块沼泽,到处是致命的蚊子。 1607年夏天,他们发现食物补给越来越少了。 最后,他们被迫离开安全的堡垒去寻找食物。 但打猎十分困难,而且他们还会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 印第安人的弓箭非常厉害,却不能和从英国带来的来福枪相提并论。 到夏末,已有50名移民死于瘴气和饥饿,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 幸存的移民大多数是贵族的第二个儿子,无权继承土地,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 约翰·史密斯是个例外,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外交家, 因此自然成为领袖。 史密斯似乎知道该怎么对付印第安人,他建议采取强硬态度。 由于实物短缺,他不得不深入印第安人的领地进行贸易,交换让大家活下去的资源。 他学说当地的语言,告诉印第安人,英国人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人而来,只做生意,不移民。 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怀疑逾日俱增。 英国人到达六个月后,波瓦坦的兄弟在齐卡霍米尼河遇到了史密斯。 史密斯被抓住后,印第安人把他当作活的战利品,骄傲地带出去示众。 他从一个村庄来到另一个村庄,印第安人一边展示他,一边围着火堆跳舞。 几个星期以后,史密斯终于被带到波瓦坦面前。 修长身边坐着妻子和孩子,包括他最疼爱的女儿,波卡洪塔斯。 这是一场奇特而令人恐惧的仪式。 伴随着鼓声和歌声,印第安人强迫他把头放在两块大石头上。 印第安人手持棍子围着他,要用棍子敲碎他的头颅。 突然波卡洪塔斯奔上前去,拦在史密斯和棍棒之间。 由于他是波瓦坦最疼爱的女儿,这一举动挽救了史密斯的命。 印第安人把他视为部落中的一员,并允许他回到詹姆斯顿。 波卡洪塔斯经常去詹姆斯顿,并且总是用恶作剧逗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开心。 他想了解英国人的一切,他模仿他们的行为,并开始学习英语。 他对父亲领地之外的东西充满好奇。 1608年10月,波卡洪塔斯看到两艘刚刚到达的英国船,船上除物资外还有70名新移民。 然而这些新来的移民并没有为即将出现的艰难处境做好准备。 冬天的气候非常恶劣,潮湿毁了玉米,疾病和饥饿再一次袭来。 到了春天,波卡洪塔斯惊骇地发现,殖民地有一半人没能熬过冬天。 他让人从父亲的部落拿来食品作为礼物,送到詹姆斯顿。 他自己还带来了野火鸡,以及一栏栏的玉米和面包。 约翰·史密斯写道, 他是一位使者,把殖民地从死亡饥荒和彻底的混乱中拯救了出来。 他的父亲波瓦塔日渐衰老,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确定, 这些新到的英国人根本不想离开这里。 很多人告诉我,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贸易, 而是要侵犯我的人民,占领我的国家。 波瓦塔意识到史密斯撒了谎, 为了利益,英国人将不会离开这里。 欺骗激怒了波瓦塔, 他决定杀死史密斯,并准备了一次进攻。 他禁止波卡洪塔斯通风报信,否则就要处死他。 但那天晚上,他还是匆匆穿过森林警告史密斯。 波卡洪塔斯又一次违背了父亲的命令, 为白人冒生命威胁。 新的灾难降临在詹姆斯敦, 约翰·史密斯在一次爆炸中受了重伤。 他没有和波卡洪塔斯告别, 立即乘船返回英国疗伤。 在他离去后,英国人的处境非常危险。 波瓦塔决定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 他禁止和詹姆斯敦进行贸易, 并用狙击、伏击和暗杀的手段对付英国人。 这一次,波卡洪塔斯也无能为力。 为了让他远离英国人, 波瓦塔把他送到了领地的北端, 从那里他不可能到詹姆斯敦去。 到1610年年底, 由于没有首领, 又得不到印第安人的帮助,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 他们又没有食物了, 为了活下去, 他们被迫开始吃狗、猫和老鼠, 有些甚至开始吃人。 人们做的事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把死人从坟墓里挖出来吃掉, 有一个人还杀了自己的妻子, 把尸体剁成块, 用盐淹了做食物。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很高兴听到詹姆斯敦摔落的消息。 他在南部的殖民地非常繁荣。 西班牙人密切关注着英国人在新世界的进展。 如果英国人失败了, 他们就可以把弗迪尼亚据为己有。 当詹姆斯敦的移民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又有船从英国来到这里。 约翰·拉尔夫就在船上, 他28岁, 出身于英格兰东部的农场主家庭。 拉尔夫注意到这里生长了大量烟草, 而烟草在英国供不应求。 弗吉尼亚的土质和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烟草。 拉尔夫做了两年实验, 最后终于培育出一种优质烟叶。 拉尔夫的成功使其他移民也开始重视烟草。 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艰辛后, 詹姆斯敦终于可以自给自足, 甚至有了结余。 但印第安人还是不断地攻击他们, 所以英国人发布了最后通牒。 停止你们恶意的行为, 否则我们将被迫开战。 波瓦坦送来了他的回答。 离开我的国家, 或者把你们的领地限制在詹姆斯敦, 否则我将命令我的人杀了你们。 离开父亲三年后, 波卡洪塔斯回到了村子。 她现在已经是十八岁的姑娘, 她的名字在英国是一个传奇。 她的归来是英国人实施了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 他们将绑架她作为人质, 去要挟波瓦坦酋长。 一位名叫塞缅尔·安格尔的英国船长把波卡洪塔斯诱上一艘船, 他受到了款待, 但不能上岸。 接着他被带到詹姆斯敦。 他们派人送信给波瓦坦, 要求他把英国人质, 盗走的武器和食物还给他们, 以交换他的女儿。 谈判进行了一年, 但波瓦坦知道波卡洪塔斯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到1613年, 英国人已经在亨利克, 百慕大区和伊丽莎白城建立了新的殖民地。 他们把波卡洪塔斯带到了亨利克。 正是在亨利克, 波卡洪塔斯遇到了约翰·拉尔夫, 印第安公主和英国的移民已见钟情。 拉尔夫在写给总督戴尔的信中, 表达了自己矛盾的心情。 他行事野蛮, 接受的教育简单原始, 而他的族人十分可憎。 我居然爱上了他。 拉尔夫和他的同伴早已被警告过禁止和印第安女子结婚, 但他的感情战胜了禁令, 对此不予理会。 拉尔夫引导波卡洪塔斯相信基督教, 并陪他接受了洗礼。 波卡洪塔斯改名为吕贝卡。 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圣经中的吕贝卡, 他是两个民族的母亲。 拉尔夫给总督戴尔写了一封信, 请求和波卡洪塔斯结婚。 当时英国人正在和波卡洪塔斯进行谈判, 英国总督十分乐意促成这门婚事, 把他当成谋求和平的途径。 他们还必须得到另外一位大人物的同意。 让每一个人都吃惊的是, 波卡洪塔斯也同意了这门婚事。 他已经老了, 不想再和英国人作战。 尽管波卡洪拒绝参加婚礼, 但还是让他的兄弟代表他出席, 和两个儿子共同见证了这场婚礼。 1614年4月, 婚礼在詹姆斯顿的教堂举行。 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都赶来参加。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在上帝的面前, 约翰·拉尔夫先生和吕贝卡将缔结神圣的婚姻。 在此, 我们希望这桩婚姻不会被轻率地对待。 你们要谨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桩伟大而神圣的婚姻。 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婚姻。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阿们。 这桩婚姻被当作两个种族之间的纽带。 它终结了双方的敌意。 英国人开始在弗迪尼亚巩固自己的势力。 这对夫妇定居在詹姆斯敦北部。 拉尔夫盖了一所房子, 还扩大了烟草种植。 印第安人非常友善, 甚至允许英国人进入自己的领地。 拉尔夫写道, 我们安宁的种植和收割, 像在英国一样自由而安全地在树林里打猎。 不必害怕危险, 也不必担心他们被信弃义。 一年之后,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名叫托马斯。 这一时期被称为波卡红塔斯和平时代。 1616年, 也就是结婚两年后, 拉尔夫和波卡红塔斯带着儿子乘船返回英国。 许多印第安人和他们同行。 他们此行是要宣传弗吉尼亚殖民地和印第安人在文明上的进步。 波卡红塔斯穿着英国的时装, 接受了欧洲礼节的指导, 然后被带出去介绍给英国的社交界。 他和同伴在英国人的陪同下游遍了伦敦, 被眼前的情景做折服。 他们参观了伦敦桥, 参加了圣保罗教堂的礼拜式。 热情的接待使他们感到自己非常受欢迎。 波卡红塔斯和拉尔夫参加了假面舞会, 受到詹姆斯国王和安娜王后的问候。 七个月后, 伦敦潮湿而寒冷的空气开始侵袭这些印第安人。 有好几个人病倒, 波卡红塔斯的健康状况也急剧下降, 是回弗蒂尼亚的时候了。 1617年3月的一天, 波卡红塔斯和丈夫、儿子登上了乔治号, 沿泰晤士河踏上归途。 几小时候, 他觉得非常难受, 请求上岸。 他们请来了医生, 但已经无能为力了。 波卡红塔斯死于肺炎, 年仅22岁。 临死前, 他安慰丈夫。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只要孩子活着就够了。 一个月以后, 拉尔夫独自回到了弗吉尼亚, 托马斯病得太厉害了, 只能留在阴火。 波卡红塔斯产生了巨大作用, 想去美洲的人太多了, 弗吉尼亚公司不得不进行改革。 持古人能在新世界得到50英亩土地。 到1619年, 詹姆斯顿的烟草工业已经非常发达, 詹姆斯河沿岸有许多种植员, 但拉尔夫和其他种植烟草的农场主, 极度缺少劳动力。 那年8月, 伊豆载着20个黑人的荷兰船只, 进入詹姆斯顿。 在英国殖民地登陆的第一批非洲人, 是有契约的奴隶。 他们在烟草种植员工作, 但最终将获得自由。 但是人们渐渐发现, 使用奴隶种植烟草是最经济的方法。 到17世纪末, 奴隶在北美殖民地被广泛接受了。 如果波卡洪塔斯没有嫁给拉尔夫, 弗吉尼亚殖民地就不可能存在。 接下来的八年和平, 使英国人站稳了脚跟, 并且把印第安人逼到了内陆。 1622年, 弗吉尼亚公司垮台, 詹姆斯顿成为皇家殖民地, 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 为了拯救自己的土地, 印第安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他们进攻了詹姆斯顿, 杀死了三分之一的移民。 但他们行动得太晚了, 移民的数量已经很多, 足以从灾难中恢复过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波卡洪塔斯的婚姻经导致这么多美洲土著人死亡, 也摧毁了他们的文化。 从1624年起, 大量移民涌入新世界, 其中包括波卡洪塔斯的儿子, 托马斯·拉尔夫。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 弗吉尼亚成为英国拓展北美殖民地的基石。 和谷川斯的婚姻经导致, 有英国人意识到他们选定的殖民地是块沼泽 到处是致命的蚊子 1607年夏天他们发现食物补给越来越少 最后他们被迫离开安全的堡垒去寻找食物 但打猎十分困难 而且他们还会受到印第二人的攻击 印第二人的弓箭非常厉害 却不能和从英国带来的来福枪相提并论 到夏末已有50名移民死于瘴气和饥饿 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 幸存的移民大多数是贵族的第二个儿子 无权继承土地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 约翰史密斯是个例外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外交家 因此自然成为领袖 史密斯似乎知道该怎么对付印第二人 他建议采取强硬态度 由于食物短缺 他不得不深入印第二人的领地进行贸易 交换让大家活下去的资源 他学说当地的语言 告诉印第安人 英国人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人而来 只做生意不移民 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怀疑 逾日俱增 英国人到达六个月后 波瓦坦的兄弟在齐卡霍米尼河 遇到了史密斯 史密斯被抓住后 印第安人把他当作活的战利品 骄傲地带出去示众 他从一个村庄来到另一个村庄 印第安人一边展示他 一边围着火堆跳舞 几个星期以后 史密斯终于被带到波瓦坦面前 囚长身边坐着妻子和孩子 包括他最疼爱的女儿 波卡洪塔斯 回到了村子 他现在已经是18岁的姑娘 他的名字在英国 是一个传奇 他的归来是英国人实施了一个 结束战争的计划 他们将绑架他作为人质 去要挟波瓦坦酋长 一位名叫 谈判进行了一年 但波瓦坦知道波卡洪塔斯 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到1613年 英国人已经在亨利克 百慕大区和伊丽莎白城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 他们把波卡洪塔斯 带到了亨利克 正是在亨利克 波卡洪塔斯遇到了约翰拉尔夫 印第安公主和英国的移民 一见钟情 拉尔夫在写给总督戴尔的信中 表达了自己矛盾的心情 他行事野蛮 接受的教育简单原始 而他的族人十分可憎 我居然爱上了他 拉尔夫和他的同伴 早已被警告过 禁止和印第安女子结婚 但他的感情战胜了禁令 对此不予理会 拉尔夫引导波卡洪塔斯 相信基督教 并陪他接受了洗礼 波卡洪塔斯改名为吕贝卡 这个名字让人想起 圣经中的吕贝卡 她是两个民族的母亲 拉尔夫给总督戴尔写了一封信 请求和波卡洪塔斯结婚 当时英国人正在和波卡洪 进行谈判 英国总督十分乐意 促成这门婚事 把他当成谋求和平的途径 他们还必须得到 另外一位大人物的同意 让每个人都吃惊了事 波卡洪塔斯也同意了这门婚事 他已经老了 不想再和英国人作战 尽管波卡洪塔斯拒绝参加婚礼 但还是让他的兄弟代表他出席 和两个儿子共同见证了这场婚礼 1614年4月 婚礼在詹姆斯敦的教堂举行 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都赶来参加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在上帝的面前 到夏末已有50名移民 死于瘴气和饥饿 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 幸存的移民 大多数是贵族的第二个儿子 无权继承土地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 约翰·史密斯是个例外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外交家 因此自然成为领袖 史密斯似乎知道 该怎么对付印第安人 他建议采取强硬态度 由于实物短缺 他不得不深入印第安人的领地 进行贸易 交换让大家活下去的资源 他学说当地的语言 告诉印第安人 英国人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人而来 只做生意不移民 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怀疑 与日俱增 英国人到达六个月后 波瓦坦的兄弟 在齐卡霍米尼河遇到了史密斯 史密斯被抓住后 印第安人把他当作活的战略品 骄傲地带出去 示众 他从一个村庄来到另一个村庄 印第安人一边展示他 一边围着火堆跳舞 几个星期以后 史密斯终于被带到波瓦塔面前 修长身边坐的妻子和孩子 包括他最疼爱的女儿 波卡红塔斯 这是一场奇特而令人恐惧的仪式 伴随着鼓声和歌声 印第安人强迫他把头 放在两块大石头上 印第安人手持棍子围着他 要用棍子敲碎他的头颅 突然波卡红塔斯奔上前去 拦在史密斯和棍棒之间 由于他是波瓦坦最安人 一直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们自给自足 性情骄傲 他们种植粮食和烟草 也进行渔猎 他们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修长波瓦坦有一百个孩子 但他最疼爱的是一个女儿 她名叫波卡红塔斯 意思是顽皮的人 波卡红塔斯常常和父亲 一起坐在火堆旁 正是在这里 他听到了白人到来的消息 不久英国人意识到 他们选定的殖民地是块沼泽 到处是致命的蚊子 1607年夏天 他们发现食物补给越来越少 最后 他们被迫离开安全的堡垒 去寻找食物 但打猎十分困难 而且他们还会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 印第安人的弓箭非常厉害 却不能和从英国带来的来福枪相提并论 到夏末 已有50名移民死于瘴气和饥饿 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 幸存的移民大多数是贵族的第二个儿子 无权继承土地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 约翰·史密斯是个例外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外交家 因此自然成为领袖 史密斯似乎知道该怎么对付印第安人 他建议采取强硬态度 由于食物短缺 他不得不深入印第安人的领地进行贸易 交换让大家活下去的资源 他学说当地的语言 告诉印第安人 英国人是为了躲避西班牙人而来 只做生意不移民 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怀疑逾日俱增 英国人到达六个月后 波瓦坦的兄弟在齐卡霍米尼河遇到了史密斯 史密斯被抓住后 印第安人把他当作活的战略品 骄傲地带出去示众 冬天的气候非常恶劣 潮湿毁了玉米 疾病和饥饿再一次袭来 到了春天 波卡洪塔斯惊骇地发现 殖民地有一半人没能熬过冬天 他让人从父亲的部落拿来食品作为礼物 送到詹姆斯顿 他自己还带来了野火鸡 以及一篮篮的玉米和面包 云翰·史密斯写道 他是一位使者 把殖民地从死亡饥荒和彻底的混乱中拯救了出来 他的父亲波瓦坦日渐衰老 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确定 这些新到的英国人根本不想离开这里 很多人告诉我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贸易 而是要侵犯我的人民 占领我的国家 波瓦坦意识到史密斯撒了谎 为了利益 英国人将不会离开这里 欺骗激怒了波瓦坦 他决定杀死史密斯 并准备了一次进攻 他禁止波卡洪塔斯通风报信 否则就要处死他 但那天晚上 他还是匆匆穿过森林警告史密斯 波卡洪塔斯又一次违背了父亲的命令 为白人冒生命威胁 新的灾难降临在詹姆斯敦 约翰·史密斯在一次爆炸中受了重伤 他没有和波卡洪塔斯告别 立即乘船返回英国疗伤 在他离去后 英国人的处境非常危险 波瓦坦决定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 他禁止和詹姆斯敦进行贸易 并用狙击 伏击和暗杀的手段 对付英国人 这一次 波卡洪塔斯也无能为力 为了让他远离英国人 波瓦坦把他送到了领地的北端 从那里他不可能到詹姆斯敦去 到1610年年底 由于没有首领 这是一场奇特而令人恐惧的仪式 伴随着鼓声和歌声 印第安人强迫他把头 放在两块大石头上 印第安人手持棍子围着他 要用棍子敲碎他的头颅 突然波卡洪塔斯奔上前去 拦在史密斯和棍棒之间 由于他是波瓦坦最疼爱的女儿 这一举动挽救了史密斯的命 印第安人把他视为部落中的一员 并允许他回到詹姆斯敦 波卡洪塔斯经常去詹姆斯敦 并且总是用恶作剧 逗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开心 他想了解英国人的一切 他模仿他们的行为 并开始学习英语 他对父亲领地之外的东西 充满好奇 1608年10月 波卡洪塔斯看到 两艘刚刚到达的英国船 船上除物资外 还有70名新移民 然而这些新来的移民 并没有为即将出现的 艰难处境做好准备 冬天的气候非常恶劣 潮湿毁了玉米 疾病和饥饿再一次袭来 到了春天 波卡洪塔斯惊骇地发现 殖民地有一半人 没能熬过冬天 他让人从父亲的部落 拿来食品作为礼物 送到詹姆斯顿 他自己还带来了野火鸡 以及一篮篮的玉米和面包 约翰·史密斯写道 他是一位使者 把殖民地从死亡饥荒 和彻底的混乱中拯救了出来 他的父亲波瓦坦日渐衰老 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确定 这些新到的英国人 根本不想离开这里 很多人告诉我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贸易 而是要侵犯我的人民 占领我的国家 波瓦坦意识到 史密斯撒了谎 为了利益 英国人将不会离开这里 欺骗激怒了波瓦坦 他决定杀死史密斯 并准备了一次进攻 他禁止波卡红塔斯通风报信 否则就要处死他 但那天晚上 他还是匆匆穿过森林 警告史密斯 波卡红塔斯又一次 违背了父亲的命令 为白人冒生命危险 病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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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不够